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徐克,与马八年未见习身高异常之谜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4月10日与中共党魁习近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会面 场面隆重,但情节有点诡异 其中,这次习马二会 从习马握手合照一刻可见 对比2015年11月7日的习马首会 习的身高竟比八年前高出一大截 这个细节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习马二会诡异细节,习八年涨高一大截 从4月11日的中共央视新闻画面可见 习近平和马英九握手时 习的身高明显高于马英九 可能高出8至10厘米 习马面对面时,马显得需要仰视 有关习近平的身高 在网上能查到的身高资料是约180厘米 不过有网友表示,该数据并不符合现况 X前推特《账号强国荒诞字》 4月12日发文说,有较真的英国网友 曾用习近平与其他领导人合影 以及其他领导人与明星合影的图片 进行综合比对 其他领导人和明星的身高资料都是公开的 最后得出结论,习近平身高只有178厘米 他推论,依习近平的个性一定会穿增高鞋 代表真实身高会更低 该网友做图片对比指出 2015年11月7日 习近平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 与台湾时任总统马英九见面时 《人民日报》发布的照片清晰显示 习近平与马英九一样高 从发际、眼睛、嘴唇、下巴等位置、画水平线可清楚看出 而马英九多次体检的公开资料显示 身高是178厘米 这代表八年前 62岁的习近平就算穿了内增高鞋 身高也只达到178厘米 八年后的马习惠 习近平比马英九竟高出了一大姐 大约高出有8到10厘米 强国荒诞字指出 62岁的习近平身高不应逆生长 更不可能以平均每年1厘米以上的速度往上生长 结论只有一个 内增高鞋又加高了 为了突出他作为人民领袖的伟光正和高大上形象 总结 一个连身高都要造假的领导人 他和他领导的政党 他们所有的一切都不可信 他们说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针对前述情况 笔者认真比对了2015年习马会和今年的习马二会不同的视频和照片版本 确认习比八年前涨高一大截的情况基本属实 不像是网友的想象和观察偏差 至于习近平为何要这样做 笔者认为不只是为显示习的高大上形象 实际上还是为了对台湾打心理战 在身材方面增加习的气势 也给本来以主动认怂的马英九再加压 这种小到如此细致的造假操作 来自中共一贯以来的流氓性 为达政治目的 中共可以将三年大饥荒 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哪管饿死多少人 为达政治目的 它可以编造六四十天安门没死一个人 还可以在天安门广场 由官方策划一出自焚假戏来抹黑法轮功 还可以在疫情三年制造巨量人口死亡 再自称抗疫伟大胜利 有这些前科 现在为了达到从领导人气势上 压倒中华民国台湾 习近平不惜穿上更高的内增高鞋 也就不奇怪了 而这个点子可能来自习的身边红人蔡奇 习见马英九笑里藏刀 这次习马二会 在口口声声要统一台湾的中共舆论场中 习要如何摆放马英九这位前台湾领导人的位置 在接待规格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关注 中共表面上给足了礼遇 但暗藏损招 马英九虽似有一口物搬回面子 但总体上是上门受辱 其一 当局给了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以马先生身份 意味着不承认其前总统地位 也就是不承认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 而马英九则称习近平为习总书记 暗示他的国是中华民国 马英九还疑似故意口误 在正式讲稿时说出中华民国四个字 随后又改读中华民族 其二 加上习本人 三名中共常委与马会谈 另两人是蔡奇和王沪宁 外界可能认为这代表中共重视马英九 但如果从中共内斗的角度看 这也是蔡奇借中办主任之位扩权罢了 2015年的喜马会 时任中办主任栗战书也有参加 他只是政治局委员 如今蔡奇高居常委 但分管内容并不设对台事务 对台事务是另一名常委王沪宁在管 蔡奇和王沪宁同时与马英九会面 蔡奇就算踩到王的地盘 习近平暗地矮化台湾 矮化马英九 最狠又最可笑的一招 就是前边提到的内置增高垫 造假让自己长高一大截 以此矮化别人 换个角度 若从两岸同胞渊源角度看 马英九出生于1950年7月13日73岁 习出生于1953年6月15日70岁 马为习兄 这种中华传统 同胞伦理 在习眼内都被废除了 中华民国本来早于中共国 中华民国本是正统 虽则偏安异于血脉绵延至今 而中共是吸来马列政党 来华道国切正而已 如今习近平在专制之路上 抑郁走愈远 中共国与中华民国的理念 更可谓背道而驰 马英九空有的中华情怀 南迪习的一句没有什么势力 能把我们分开暗含的杀鸡 习满面堆笑 满嘴骨肉亲情 实属口蜜复健 笑里藏刀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 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 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 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